赵长河拎着刀如坠梦里 他能很清晰地感受到和刀有了一种极为直接的精神联系 自己的意能轻易传达给刀灵 也能轻易感知他的一切想法 比如能非常明显地感受到对方的服从 为君杀敌的效忠之愿 只不过傲娇着不肯表达 可内心却通过这奇特的主从关联 po得清清楚楚 就这 平时看你挺S的 原来真相是个斗人吗 以前从来看不见刀灵场啥样 现在毫不设防地展露给你 就是一只龙雀形态的虚影 也不是躲在刀的哪里 实质与刀同在 可以说哪里都是它 蚂蚁罗莉没了 可怎么看你都像一只胸罗莉 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画形的可能 嗯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任主带来的变化 原本沉重的阔刀 哪怕自己修行再高 单手挥舞难免也是会有那么点重量拖累的 但这一刻极为智能地完全贴合自己的力量适配 不会太轻导致挥舞没感觉 也不会增加无畏的重量拖累 达成最舒适的手感 而刀中蕴含的威能 以前是用不出来的 只是在用其材质和锋锐 纵使发出刀芒 那也是自己的真气催发的 较弱 但这一刻很清晰地感受到 只要自己想 就可以充分爆发出刀中远超自己应有的刀芒 刷 赵长河试探着挥刀极远 一道巨大的半月盏呼啸而出 石杖开外的砖石院墙跟豆腐似的被平平削断 轰然轻塌 这还不耗自己太多真气 是龙雀的力量 赵长河半张着嘴 心里只浮出一句话 老子无敌了 至少同阶要无敌了 这同级谁能跟自己玩呢 可惜能量守恒 谁都逃不过 龙雀的能量又不是凭空来的 是刀中的能量存储 以及刀灵的魂力结合所致 爆发出这样的恐怖刀芒 能量也是有极大消耗的 需要日积月累地 以天地能量慢慢补充恢复 目测十天半月之内 都没法发挥第二盏 刀灵除了可以主动砍人之外 其根本意义 其实是在于它可以主动去运作 吸收外界能量以弥补损耗 达成生生不息的循环 刀灵一旦沉睡 靠被动恢复的话 这刀也就半费了 所以平时悠着点 就像自己的蒸汽一样 该怎么爆发 该运用多少 需要有点分寸去把握 更多时候还是当普通刀来用 只作为一个压箱底的保命手段就好 当初寒无病说了 不要过于依赖神兵 迟迟手头的兵破也是有灵的 应该也有类似能力 但哪怕在跟毒蜘蛛打得下风之时 都没见它依赖过 还是在自己寻求破局之策 神兵面世的意义不是越级战斗用的 它其实是远超它实力的主人打造之时 以其意养成的 在它的原主人手中 它就只不过是一把 适配自己发挥的好用兵刃 仅此而已 比如这刀芒 真正的应用应当是以自己的真气发出 龙雀的力量结合其中予以增幅 人与刀都省力 共同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续航还长 无论神兵 现实会引发多少腥风血雨 此事的佼佼者们依然心里有数 关键靠的是自己 见赵长河似在思考 龙雀主动传达了意念 我有一套刀法 主人要不要 呃 这被萝莉喊主人的感觉 恶不 这是刀 我他妈在干嘛 赵长河敲敲脑袋 是老夏的刀法 不是他的刀法 只能算是有他的刀意 我是自然成灵 不是他刻意养出来的 更没有给我喂过什么刀法 但我久随他经历战事 也能根据他的刀意 自己总结出一套刀法 龙雀颇有些自得 无为刀而生 但论刀质疑道 夏龙渊本人也别和我比 好好好 赵长河心中颇喜 说是不想学老夏的东西 但自己所得的刀法 确实比较少 能多见识一些高端刀法 都是好的 龙雀开始飘 你那什么血煞刀法 威力可以是可以 可以天天的不是蛤蟆跳 就是红眼病 要么就四肢肥肿 事后他在那就差没流口水了 整套下来活脱脱跟个脑塌儿一样 要不是看在威力 确实过得去的份上 谁乐意陪你在那发颠 赵长河 这破刀不能留了 咱换把剑吧 或者以后你和抱琴坐一桌 我龙雀的主人 不但要厉害 还要好看 还要霸气 看好了 龙雀并不知道 自己被划定了的桌位 兴致勃勃地主动飞上半空 捂起了一套刀法 赵长河瞬间 把所有吐槽丢到了九霄云外 心神被深深吸引 说是说九随战士 帝王霸道云云 很容易挠不出一副 大开大河万夫莫敌的 霸道狂猛刀法 就算比血煞刀法漂亮点 但其刀意应该是很相似的 很可能类似当初烈那样 看着云淡风轻 实则神鬼屁易 可实际上龙雀体现出来的 和血煞刀法还真是很不相同 甚至相反 没有那么杀气冲销 但威压感十足 就像一位巨人 转身下望 看着蚂蚁一般涌来的千军万马 带着不懈的缝衣 刀从天降 山河崩裂 乾坤尽覆 一切尽是萧小 到处无为正义 那种无可羽抗的威压 让人只想俯首称臣 恍惚间有点矛盾感 好像神佛聚散 批的就是这混账 草莽的反抗桀骜与帝王的霸道无为 能否结合在一起 说起来自己现在已经很不草莽了 所以龙雀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是不是意味着 血煞刀意快要走不下去了 有点不甘 这玩意倾注了自己好多心血 才刚刚突破呢 刀收 龙雀飘到了面前 如何 赵长河回过神 笑了一下 好刀 好刀法 这刀法何名 龙雀斗斗斗 就叫龙雀刀法如何 刚才那一招就叫 嗯 叫千军破 行 赵长河当然不会去跟踪二刀争什么命名权 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吧 他握住了刀柄 呼得一盏 血色刀芒里带着苍生俯首之意 狂斩而出 轰 自己的力量显然不能像之前龙雀半月斩那样批出几张之外 面前的石桌倒是被批了个粉碎 龙雀如果能拟人 这会儿估计也在挠头皱眉 这主人 资质好 基本功也稳 对刀的理解已经非常透彻了 才能学得这么快 本来应该高兴 可这一刀像那么回事吗 差不多 好像也不是太像 如果说这有帝王意 总感觉还不如说像个反王呢 算了 勉强算他差不多吧 我又不是那个好为人师的老姑婆 宝贝已经献给主人了 怎么用是他的事 龙雀安静下来 似是认可了这一刀 赵长河发现这把恶劣的刀其实还挺听话的 毕竟认了主从 确实合适与抱起一桌 至于这刀意 赵长河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总感觉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中途 走吧 他难得地把龙雀背回了背上 笑道 胸口这伤 差不多了 刚才劈刀都不怎么疼 当不影响赶路 遇上些萧萧问题也不大 龙雀似是有些雀跃 有萧萧我砍他 去哪里 直奔西南 赵长河一路去了马厩找乌追 口中道 此去西南 可以继续走水路上去 沿途会经过乌霞 去看血神阵盘 不 去巴山 龙雀来了兴致 听说巴山剑炉支主时 吴定也是地榜前列 用剑的 我要砍他 据闻巴山剑炉有利刃草 是我打造血修裸体的材料之一 我虽然与寒无病交后 它与剑炉有仇 但这个仇怨我始末都不太清晰 没牵连在身 正常去拜会应该是能得到接待的 看看是否能与他们交换这个利刃草 龙雀一下就没了兴趣 不是打架呀 此外 赵长河咧嘴一笑 我会向剑炉讨交几招 龙雀兴奋地直抖 赵长河简直不敢告诉他 自己想要的并不是挑战剑炉 而是想靠天书透一些剑炉的招式与建议 一则与剑皇所得相印证 二则自己真的需要开始考虑用把剑玩玩了 之前在昆仑有试着玩过 效果还行 但后来都是重要战局 也就没法一直释手 这一路可以试试 因为刚才有了强烈的感觉 刀知道不是自己的中途 最多是一个阶段性的节点 古剑龙皇在身 夜地之剑掉在前面 或许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刀剑合璧之后 又是什么路 刀剑龙皇在身边